朋友们好,下面我们来练习表现一组花鸟协议 我们在动笔之前先构思好画面 然后安排好作画的顺序 然后再开始着手来画 我们在画这幅花鸟协议的时候 先画出花卉 然后再画叶子 接着再勾勒这个藤枝 最后给它再添加个蝴蝶 这样的顺序来表现花鸟协议小品 调节颜色 然后用测分画出花瓣的形 将画面的布局安排好 在画这个花瓣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可以有地方式的去画 在画花瓣的时候呢 注意花瓣颜色的变化 用这个胭脂 然后呢 输红 等调节颜色 来画出这个花的花瓣 在画花瓣的时候呢 要一组一组的去表现 用测分点出这个花瓣的形 我们在画面的中间这一块呢 整个的来画一组这个画瓣 接着在这个左下角这块呢 再来画一些这个花瓣 调整花瓣的用笔 花鸟协议呢 在学习中国画的时候呢 是比较重要的一颗 包含的内容呢 十分丰富 在我们画这个花鸟协议的时候呢 就是说要注意了解花卉的这个一般的技法 然后呢 这个花卉的表现过程 再呢就是要了解去画这个鸟 以及呢 这个纯草 这样一些这个对象 这样呢 就是我们在组织这个花鸟画面的时候呢 才会有把握 然后呢 才会画的时候 才能将画面呢 画得更好 呃 接着呢 在左上角 再呢 去画一些这个花瓣 花瓣的心 画好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呃 沿着花瓣呢 去画这个花枝 呃 调节浓墨 用测分 呃 去画出这个花瓣的 这个花枝 花枝呢 画得要有心 有身 呃 花枝 穿插在这个花瓣当中 而且呢 就是说墨的层次 用笔 都要 呃 呃 有所变化 而且呢 要注意整个这个 这个枝的 这个连贯 以及呢 这个前后的顺序 前后的这个穿插 呃 就说这个枝呢 枝干 它是比较重要的 呃 整个枝干呢 就可以将我们前面 所画的这些花呢 呃 整个的呢 把它去联系起来 呃 枝干画好以后呢 我们再来去画这个叶子 当然就是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呢 也可以呃 呃 画完 画半以后呢 再去画叶子 最后呢 画枝干 我们在这幅画当中呢 先 将这个花瓣画出来 然后呢 再画枝干 然后呢 最后来表现叶子 呃 花的枝干呢 就是在表现的时候 要尽量呢 去打破常规 呃 用笔呢 要有层次 呃 枝干 大的走向 画完以后呢 接下来在 这个花瓣中间 再去点一些枝干的细节 呃 点出 枝干的一些小的分支 这样呢 就说让 这个枝干呢 呃 更有联系 画面呢 就更加的 这个完善 呃 然后在左下角 再画质干 呃 画细的质干 将这些质干呢 呃 也将 这个 跟画面呢 整体的效果呢 去同意起来 下面这个质干呢 呃 由左下角 伸展上来 质干呢 把它画的细一些 呃 呃 然后再将这个 左上角 这一块的 呃 质干的细节呢 完善一下 呃 将枝干 用枝干呢 将这些花瓣 然后呢 联系起来 呃 整个的质干呢 就说要有层次 要有粗 有细 呃 质干 表现完以后呢 接下来调节颜色 呃 用墨 调节这个 绿颜色 然后呢 我们来表现 这个 花的叶子 呃 用侧分 在枝干 下面呢 我们先来画一组叶子 呃 叶子的形态呢 要各异 然后 在上面呢 呃 这个花卉之间呢 再去点一些叶子 在画叶子的时候呢 呃 注意不要将这个花卉呢 去破坏掉 呃 用笔呢 要注意变化 呃 在表现叶子的时候呢 就是叶子 要衬托 这个花瓣 然后 然后在这个 这个枝干 这一块呢 再画一组叶子 呃 我们画叶子的时候呢 就是要注意叶子的整体 呃 一组 一组的呢 来表现 啊 不要将叶子呢 画的散 呃 花 然后呢 然后呢 在我们画的这个叶子 中间呢 再去画一个 这个藤枝 将这些叶子呢 啊 串起来 呃 再呢 将这个叶子的叶脉 去勾勒一下 这样呢 叶子的形呢 就更形象 然后在左侧的 这一组叶子 呃 中间呢 再画去干 将左侧的 这一组叶子呢 也把它去传起来 呃 然后 再画出叶脉 啊 这一组叶子的鞋呢 也把它呢 去表现出来 呃 上面这一组叶子呢 也把叶脉勾勒一下 呃 呃 这样呢 这一幅 这个 呃 古画鞋印呢 呃 花卉 呃 大体的鞋呢 主播的就表现出来了 然后 再对画面的细节 再调整一下 呃 然后呢 我们点出这个花的花蕊 依次在花朵中间呢 顶出这个花蕊 上面这一组 这朵花呢 也依次去点一下花蕊 好 这样呢 这个画面呢 就更完善了 呃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右上角 这一块呢 勾了一个蝴蝶 呃 让这个花呢 画 让这个画面呢 就是更有神 呃 先点出这个 蝴蝶的身体 然后呢 用线勾勒出 这个蝴蝶的翅膀 嗯 接着再勾勒出 蝴蝶翅膀的下半部分 这样呢 这个画面 基本上呢 就逐步的去表现出来了 再对蝴蝶呢 稍作调整 好 这个花鸟小屏呢 我们就画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那么你呢 看看 这首好 现在这个花鸟小屏呢 就对了 这首好 面对 这个花鸟小屏呢 这个花鸟小屏呢 感谢观看